大家好,又到了咪咪Cooking的時間啦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去年曾經教過大家做過這個年糕 做過蘿蔔糕和芋頭糕 這個農曆年輪到馬蹄糕 首先把蔗糖加水用小火去煮溶 如果想快點煮溶的話記得把蔗糖弄碎 然後可以把糖水放冰 之後就可以把馬蹄先清洗乾淨 然後就可以去皮和切粒了 因為切完馬蹄就不是即時溶 所以記得要浸水來保持馬蹄的濕度 之後就可以把馬蹄粉加入糖水去拌勻 然後就可以加入馬蹄粒和蔗油去拌勻 提提大家記得要把馬蹄浸掉的水 然後就可以用小火把剛剛拌好的東西煮至半熟的糊狀 過程中是需要不停地攪拌的 之後就可以在石子兜上抹一些蔗油 然後就可以倒入半熟的糊狀混合物去鋪平 然後就可以用大火隔水蒸40分鐘 最後把馬蹄糕放入雪櫃4個小時或以上 這樣就完成了 在這裡已經完成了我手上的馬蹄糕了 相比起這個蘿蔔糕來說 其實它也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準備功夫也很簡單 因為這個蘿蔔糕和材料都沒有那麼多 相信應該是難倒大家的 因為它真的很容易做的 可能大家會有一個疑問的 就是為什麼會做出來比平時的馬蹄糕那麼深色的 因為我這次全部用了蔗糖去做 所以做出來的顏色是比較深色的 如果大家想做淺色一點的話 也可以把蔗糖的份量減一半 另外那一半就用冰糖去取代 做出來的顏色就可以淺色一點 我手上這個這麼大底的馬蹄糕 份量是一個7吋的石子兜 可不可以做小底一點 又或者是想讓更多朋友試到自己的手勢 也可以 它一底這個7吋的份量 等於這個2底的長方形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為什麼說這麼久都沒有了這個試吃環節呢 就是因為我這次做的馬蹄糕 全部都是送給人的 所以沒有機會試吃到 約會說到味道給大家聽 其實這次的馬蹄糕的甜度相對減少了一點 因為我只用了3片的蔗糖 因為原本的菜式是用4片的蔗糖 其實我已經做過一次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甜一點 所以這次就減了1片的蔗糖去做 相對地這底的馬蹄糕是不太甜的 而且是非常足料 因為真的有很多的馬蹄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要怎樣做呢 就在下面記得按LIKE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